前阵子上当的Netflix台剧吗?别闹了 除了首次担任制人寿到瞩目外 戏剧作品皆水准精良 爆米花小准备了 即使已经播必超过十年 依然是许多人心中无法忘怀的一部好戏 本剧讲述男主角光熙 女主角慕成两人艰难的爱情故事 绝症、失忆、抱、未婚怀孕 不得不说下一站 幸福里其实有非常狗血设定 讲述因为八十八风灾而失去家人的与惊患 但在男主角福海的陪伴下 他渐渐走出伤痛 继2008的大爱剧场之后 陈惠玲导演凭借此剧《值得一》的事 以单元剧的形式降 并集结了多位大咖编和导演 而陈惠玲导演分别指导了 滚石爱情故心不了情由主演 讲述有着不堪过去的两个人 并相连爱上彼此的故事 滚石爱情故事鬼迷心 由主演 许宁饰演阿兹海默正患者 与时之田 演的富二代经历了一场命运般的邂逅 共有五单元故事以亲子间的互动为主题 在的包装下 不具有那年与不停国的制作团队主创 五个单 皆有陈惠玲担任导演 精良的制作不仅获得金 讲得肯定 海内外更是家贫如潮 今年Netflix所推出的 至好剧 由主演 剧情 和各自有着不一样麻烦的 尔门展开了一场荒谬的徐奈之旅 更鼓励观众 把握当下 珍惜爱着自己的所有人 以上就是陈 领导演必看的五部台剧作品了 不管是治愈类型 那年 与不停国 还是荒诞喜剧吗 别闹了